大家好,我是李灿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在中文学习的过程中啊,应该看什么电影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真选啊,什么意思? 就选择什么样的电影呢?什么类型的电影适合你呢? 我觉得首先咱们应该考虑就是一个点啊 就中国电影,它其实分为三大块 一个呢就是大陆这边电影,一个就是台湾那边电影 还有一个就是香港的粤语电影 我觉得你既然想学中文的话 粤语当然不用考虑啊,它毕竟是个方言 那么就剩下台湾和这个大陆两个地方的电影啊 看你喜欢哪种口音,看你更喜欢哪个地方的文化啊 所以如果你更偏好台湾这边文化 那你当然可以选择台湾这边电影啊 你就可以模仿他们的口音 如果你更偏向大陆这边呢,你当然必须选大陆这边电影啊 但是大陆这边电影,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啊 我们还要细分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大陆出了很多电影 它其实是方言电影 就除这个粤语电影之外,其实还有别的类型的这个方言电影 比如说这个东北画的这个电影啊 还有像重庆画的电影 去年的时候好像还出了一部上海画的这个电影 叫户语电影啊,叫什么爱情万岁,还是什么那样 爱情,爱情神画,我记错了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方言电影为什么慢慢也兴起 就是因为它更接地气 然后在当地啊,它可能会收到更好的反响吧 当地人民群众会更喜欢 而且怎么说像这个重庆画和东北画 因为它首先在中国这个普及率啊 就是挺高的,就是他们就在中国一般老百姓 听来其实比较好懂啊,比较好接受 特别像东北画已经未然成风了啊 然是,而且东北人好像特别有幽默细胞 所以中国很多这个喜剧演员好像都是东北的 当然他们不是所有人都说的这个特别浓重的东北口音啊 除了这两点之外 我觉得第三点就是要考虑时间啊 它处在哪个时代的电影 你比如说比较早的90年代的或者200几年的这个电影 我觉得它已经有点老了 就是它其实不符合当下这个中国的现状 它反映的其实是比较之前这个时代的状态 语言我觉得其实一直在进步在改进在修正啊 所以它其实这些新出的词啊 在特定语境下就新的语境下 它可能意思也会不一样 大家可能理解也会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电影还最好还是看这个最近才出现的电影 当下出现的电影对不对 当然了电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私人化的东西 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口味不一样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 就是说按照这个标准 我们哪些片是必须看 哪些片不应该看 因为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 每个人喜好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也不是想给大家设限就是说 在我这个标准以下的片啊都可以看 或者在我这个标准以下的片都不应该看 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会在下面给出这个片单啊就是 我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学习中文 就是我觉得这些片子对大家学习中文更有利 不是说我觉得这片子肯定更好看或者肯定更符合你的品位 我觉得其实主要有几个类型的片子它比较适合学习中文吧 第一个其实就是这个动画片 没有错咱们从初级开始啊 因为动画片它其实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是配音演员这个水平比较高 相对而言配音配的都是比较清晰的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而且它用词用语相对会比较简单啊 像我之前学日语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看日本的动画片 确实那些声优它配音配的特别好 中国这个动画产业它其实也在慢慢发展 大家发现了啊 就是它的做的动画片也越来越精致 越来越与国际接轨 而且我发现中国动画片它其实也在两个方向探索 一方面当然人就是像这个日本那边做的是二维的这个动画片 另外一方面就是像三维化的像迪斯尼那边一样 但它其实已经越来越中国化 中国特色越来越明显啊 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三部这个中国动画片啊 一部就是这个熊狮少年 一个就是江子牙 还有最后就是罗小黑战绩啊 像前面两部它是三地的像迪斯尼那种风格 最后一部是二地的像日本那种风格啊 都是很好看都是我看过的电影 所以我才向大家推荐啊 第二种类型就是青春片 大家感觉好像慢慢从这个童年慢慢到青春时期 对不对 青春时期它是相对就是童年啊 它已经长大了一些 但用词用语相对有些时候啊 感觉还是有些稚嫩啊 所以不会特别特别难 而且青春片它大多会设计一些我们很喜欢的主题 比如说励志的主题 对不对 奋斗的主题 还有爱情的主题 所以我就给大家再介绍三部这个电影 第一个电影叫五个铺水少年 它其实是根据一个日本电影改编的 日本电影原版这个电影我也看过 我很喜欢 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电影改编的这个本土化挺好的 很好看 第二个就是盛夏未来 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但我看这个它在豆瓣上评分挺高的 而且之前我老婆看过觉得挺好的 我相信她的这个审美啊 评价啊 呃还有里面有两个我比较喜欢年轻演员嘛 第三个就是少年的你 它其实是一个青春残酷物语 是的 物语这是一个日本的词啊 青春残酷的一个故事 就是感觉有霸凌啊 校园霸凌这种比较沉重的题材 但是感觉好像在一片黑暗之中 闪现的这个爱情的光芒嘛 虽然感觉有点微弱啊 这个片子不错啊 值得一看 第三个类型就是喜剧片了 喜剧片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 不管哪个国家影片 大家其实都挺喜欢这个喜剧片的 而且通过喜剧片 当然很容易亏见这个民族的这个天性啊 就中国喜剧片能展现给大家看 就中国人民的天性是什么呀 说实话 中国人很乐观 很看得开啊 这种喜剧片能看出来 我给大家推荐三个喜剧片 一个就是你好李幻英 它喜剧片和温情片结合在一块的 应该是温情片还是家庭片 结合在一块 第二个就是夏洛特烦恼 第三个就是心花怒放 这其中啊有三个主要演员 一个是贾玲 一个是沈腾 还有一个徐珍啊 他们应该是中国现在这个喜剧界的三个支柱人物 最重要的三个喜剧人物啊 中国大陆这个喜剧特色 其实现在已经慢慢形成了 它大概就是把香港那一个无厘头的那个喜剧风格 移植到大陆来 然后基本上和东北那块地方特有的幽默结合在一块 这在这在你好李幻英和夏洛特烦恼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但是呢 心花怒放 它其实里面的就是主要喜剧人啊 它是徐珍 徐珍是上海人 所以它其实有有一股南方人这个特有的幽默感 它和北方人幽默感还是不一样 大家可以通过看这三个片子体会出其中的区别所在啊 第四个类型片就是剧情片了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比如说我不是要神 还有今年上映的一个电影叫做奇迹笨小孩 也不是我不是要神的导演导演的新片啊 是过年的时候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它讲述是在深圳这么一个故事 深圳的小人物的这么打拼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其实我特别想看 但是我其实还没来得及看 但是这个片子评价挺高的 我觉得应该不错啊 而且它其实讲都是当下中国这种状态嘛 大家其实能感受到就是当下中国的状态是怎么样 当下中国人说话是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让我推荐爱情片 但是我跟你说 就最近几年好像大陆也没出什么好看的爱情片吧 反正我没什么印象 我觉得拍的都挺烂的 至于说其他类型的片 比如说动作片啊 古装片等等啊 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特别适合学习中文 比如说你特别喜欢这种类型的片子的话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到这个豆瓣上去找啊 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吧 如果你喜欢视频 并且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挺有用的 那么请记得点赞评论 那么下次再见咯